好 連冒用表哥身份的護照 都事先準備好了 那么显然这是一起经过了 缜密计划的绑架案 从绑人 失票 到潜逃出境 短短的14个小时之内 全部完成 首先我们看到在早上 6点44分 司机谢元信 他从桃园机场接到了 失信负长之后 他车子开到了虎口休息站 他假借他要上厕所的名义 就让另外两名供犯给上了车 控制了被害人 接着到9点55分的时候 他打了低通的勒鼠电话 要求赎款5000万 最后双方讨价还价 奖定了3000万 而在确认这个赎款 已经汇入了账户之后 这名司机谢元信 他就在11点钟 将失信负商给杀害了 然后弃失在台南的山区 到了周五12点45分 他想要把钱转到国外去 但是却被挡下来了 他只好冒险 自己亲自跑趟银行 但却因为被要求要出示证件 他自己心虚跑掉了 而到了当天晚上8点05分 我们看到谢元信 他就搭飞机飞到了泰国曼谷去了 台湾警方除了通报 泰国的警方 希望能够协助抓人之外 同时间也积极地 要追弃其他两名共犯盗案 警方想到了司机谢元信 他是屏东人 如果他想要找帮手 有很大的机会 他肯定会找同乡的 专案小组于是就跑到屏东去查访 他没有想到这么幸运 他遇到了当地的巡佐 一眼就认出了共犯的真实身份 而至于潜逃到泰国去的 主嫌谢元信 也在逃亡16天之后 遭到了泰国警方的逮捕 遣送回台 追贡犯 专案小组扩大钓鱼监视器 掌握两名可疑男子行踪 春风气的旅馆 调到这部B4的车 往台湾大道 中港临门路口 那在路边有两个人下车 来了一部进行车 那我们调到进行车 车到询问时机 事宜说他把他载到 湖口的休息区 听到关键字 湖口休息区 派同人去查 发现一辆负伤的灰色箱形车 曾经在案发当时停在 湖口休息区 这时专案小组拼凑案情 怀疑绑匪就是在这 把负伤给控制住 他们去了以后将原本 预谋作案了一部 故事的车子 把它开到新竹的 新竹市的路边的停车场 丢了以后他们就步行到新竹车站 买了台铁的车票 然后就往台南下车 火车站拍下两名共犯的身影 在台南下车可能有地缘关系 台南地区的检查器官帮我们协助 辨识谁认识这两个共犯 查访了所有的分出派所一无所获 以为就要断了线 其实是绑匪刻意设断电 足以追查 但警方不是手留的灯 既然县源信是在屏东长大 要找帮手也得是他神习的人 专小组派人南下查访 上天保佑 刚刚我们同时在查访的时候 遇到当地的一个巡左 那我们提供下面等一下看 他就告诉我们是在附近 宫庙的一个自然归人人口就是他 所以我们才知道 这两个范贤的真实身份 为什么要绑架支票 有领约他吗 有没有觉得对不起死者 他现在全部都是伤人 主要的范贤是讲 现信跟他讲这个私信的商人 他欠了他六合彩赌博的钱 拿不回来 希望他们两个帮忙 跟现信介绍这两个的 这个一个男子 要分给他50万 那这两个协助各要给他100万 两名共犯事发当天 开着灰色箱行车 到谷口休息站待命 等现元信到了之后 冲上富商搭乘的黑色休旅车 三个人昨天用电极棒攻击富商 勒脖子泡头套 用枪抵住他的肩膀 混乱中 富商已经被打到胸骨抵折 再把人压到最后汽车旅馆后 两个人声称任务结束之后就离开 其余打勒暑电话杀人离款 他们一概不知 他非常小而且做得很缜密 从刚开始要绑架 然后再做这个护照和伪照 然后再离开 这个他都有做策划 而且他把这个路程 他自己都亲身再走过了一次 同伙口中的主谋谢元信 绑人到撕票 其实只花了半天就完成 他将老板靠手靠脚疗 嘴巴塞内裤 路程中两度刺杀之后 还狠心把人丢在荒郊野外 潜逃16天之后 在泰勉边境被逮到 但逃亡期间照样快活享受 谢元信潜逃泰国后 不改好赌本性 好几次搭乘饭店土博专车 到辽国金三角经济特区 大碗百家乐和吃饺子老虎 由于赌场随处可见应召女子 谢元信一边赌博 一边看辣妹排解时间 这要杀人 好 杀人 老板 谢谢 其实他们家属一开始也觉得 他是一个跟施董 是一起被带走的人 然后一直到 严格后来那个画面出来之后 他们是很震惊说 为什么自己最清晰的人 我就对他那么好的 做这种事情 你能够活活吗 有一句书他说 你已经在你老板家里做了这么多年 那你也知道你的老板 对你很好 那所以 知恩不图报也就算了 甚至于是一种背叛 现一时机多恶劣 他真的是没有良心 他老板对他那么好 他家属是一直指引说 那会不会他是 也有指引说他会不会是被人家指使 或怎么样 谢元庆坚称他一人主导策划整起案件 为离弃案情被带回现场模拟 确认犯案过程 而关键证物凶刀又在哪 找寻过程发生难以解释状况 特别请了一部怪手 把同仁直接用这个挖斗 把它给吊到下面去 直接逐步去搜寻 然后也是一样没有搜寻到这个胸道 因为天色太暗了 像现在这个时候已经天色太暗了 准备要搜寻的时候 突然这个发土机就不动了 进行就熄火了 等到要回程的时候 同仁载着检察官还有书记官 要缓回开中的时候 不小心又发生了车祸事故 导致我们的同仁检察官跟书记官 都分别有受伤 很多同仁就一直觉得说 好像是这个亡者他心有不甘 敢要再寻我们 务必把这把胸刀给找出来 后来胸刀依然没有寻过 许多疑点难以依亲 像是如果谢元姓 真汗失信负伤 有六合彩的赌博纠纷 为了前犯案 简明的分析 谢元姓固定都会接送 会计处理钱 不需要旁走赴上车祸 每次他载他去领的钱 就不只这些了 不需要经过汇款什么的 我直接把你 会计掳走之后 我就把你丢包 我车上那么多钱 我就带人去走去好了 这一句你不后悔吗 你为什么要杀人 其实我们是觉得 他要钱这是一个幌子 就是让他死 人家吓打他收到了 或是说被指使的命令 就是说 你如果骑到你去就好了 后来嫌犯是坦诚 他在中间是分开两次 戳他两次 据嫌犯的说法是 被害人在后面 还用脚一直在踢车子 那因为我们车子是密闭空间 那所以有人一直在踢的时候 他如果停下来 其实很容易被其他的路人察现 所以这可能是当时 他为什么要去刺他的一个动机 只是谢贤的说法是这样子 我叫你不要吵你 我还在那里 所以才捅他 那我觉得这是不合理的地方 因为我钱都没有拿到 为什么我要让你死 他钱没有转过去 我钱没有领到 我出去国外我什么生活 我出去国外我什么生活 那一定是有人跟你讲 你来 没事 你拐这边 我拐这边 拐这边 你安排好了 所以他才敢大胆地出去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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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幕府有藏经人下指导旗 目的不单纯 我就跟他讲白了 我说大家要认识 你就讲 你要还人家公道 我们别人公道 人家死得不明不白 你来扛 你可以扛 扛多少 我说没有 就跟我讲述没有 就是没有 很大胆假设啦 就是有人在 指引他 请他把他 处理掉 这个案子从一开始到 最后结束 只有虎口的这两个共犯 之外并没有发现 这个写信息 有跟其他人联络 那这个就所有的事实 我们大概就是看到这边 所以我们大概有什么 推论到这边 再多出来的其实 会比较像是 隐秘论 有人曾经提醒过失信负伤 这名司机谢元信 他听说在外面赔了很多钱 欠了很多的债 小心被钱逼上了绝路 但没有想到 最后竟然真的一语成诚 失信负伤遭绑私票 故事荒野 但远警祈求土地公保佑 投机那天找到被害人 事后警方实现诺言 找了布袋戏到庙前 演戏重生 行政来说 差不多是要免死 我说 不要紧 你就跟我走一趟 你说你要的行为 他说是谁要出的 我说当然是我选丸 人选丸要选丸 他说没担一万块 是巧合还是明明中 有神秘力量不得不知 然而父上没有能逃过死结 家属亲友时候感叹 如果当初有听见朋友的劝说 或许结果会不同 谢元信他本身 地下区外都赌博 他疏远很大 所以他一定缺钱 他有 动摇过是不是要换 可是他说这个有点久 也当作都自己的 这个拐一拐 单纯单纯 他说对了 我也就像我对他 我对他要继续用 周边的朋友会劝这个 是信商人告诉他 谢元信在外面 牵了一屁股债啊 最好是不用用他 因为他在外面的债务缺口很大 而且他试毒 所以希望他要注意一下这个司机 想不到最后我也是一以成欠 就把他 毒走并把他杀害掉 这期绑架杀人案 警方将主嫌司机谢元信 求处死刑 不过法官认为 他全部认罪了 有教化的可能 所以判处无情徒刑 全案定言 谢元信把尸性负伤 如同牲畜一般捆绑 残杀二十几刀致死 尽管检方起诉时 向法院求处即刑 然而他却因为一段自白 逃过一死 警告的时候就是虚誓的时候就是 最后就是 我们的老家屁股的山顶 向方交易 你看看这不忍心 那个谢信之急好像 允允的时刻都在看 在一旁家里面看的 一些法律宗族 就是故意写 就是他犯罪以后 被害人的疼惜或是惋惜这部分 我们会觉得说 他是故意要逃死 就因为一句话 嫌犯自认把人放在草丛 任其捕烂心里过意不去 最高法院维持一二审见解 认为谢元信自白认错可造化 以掳人勒赎而故意杀人等罪 判处无期徒刑 全案定言 你也可以打个电话跟家属讲 他人在哪里 让他入土为安 让警方这么多天来 在山区一直在找私信商人的遗体 这个部分说他于心不忍 我们就觉得不大可能 家属是非常的不谅解 他说会跟我们警方抱怨 就是抱怨说 人家都叫我摆去死 快点都没事 还要玩这 有什么道理 有什么体力 就这么重要 阿尔 你 在山匹